花姐今天生日對不對 有什麼生日願望 我剛說了嘛 生日願望除了這張DVD能夠大賣之外 然後 我們 我愛的人愛我的人真的身體都要健康 然後第三個願望我全在心裡 全在心裡 要不要聊一下老公送的這個禮物非常的有意義對不對 對啊 因為這個成本蠻高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每一首都要去彈 每個月首要去彈出版還有總結 然後現場因為三場的演出 台北高雄都拍下來 所以動用的人上百個人在做這些工作 然後在後製 所以是忙發時間跟金錢 剛剛有提到說往後五十歲以後又要好好的當個嫌妻良母 這件事你預期老公聽到的反應會是 相信啊 對妳來講會有一點點為難嗎 不會啦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會多花一點時間 以家庭為主 工作上面的事情 應該就不太會參與 除了公益的 除了醫院的事情 其他我想都不太會參與 可是妳這樣講歌迷可能會有一點點小失望 不會啦 你去看DVD啊 這次DVD好像發行之後好像馬上送到第一名 翻譯非常好耶 對 因為太好了啊 因為真的很好 而且我覺得每個環節都完美 我的導播幫我姐姐 然後每一個環節的音樂人 然後我的服裝 台前幕後我的圓活製作的導演 我的partner陳正川 雖然這個不是圓活的業務之一 可是他們徹底幫我執行完 然後非常感謝他們 今天川哥安排的神秘嘉賓怎麼樣 為什麼笑 因為川覺得很有梗啊 那我也沒覺得怎麼樣啊 可是我也不曉得記者會可以這樣子 然後他也願意來 那我覺得也滿好的啊 反正我就是像妳大哥講的很有幽默感啊 為什麼不 那他想收他當乾兒子嗎 我…我的兒子還很小耶 剛剛這樣在舞台上面 會不會覺得有點尷尬 突然看到他出現這樣子 有一點嚇一跳啦 但是不會尷尬 因為我看到誰都不太會尷尬啊 所以當時聽到就是熊仔創作那首歌 黃姐真的覺得很尷尬 我有聽耶 我覺得滿可愛的 我覺得人一定要有幽默感 尤其在娛樂的行業當中 大家不要那麼嚴厲 所以我覺得大家 因為它是一個開心的行業 對不對 那妳大哥既然一直交不出歌來 要不要先跟熊仔合作一下 不行 宇大哥是第一次第一位 為了我的家庭幸福 那所以下次開唱會是2020年 2020年的時候 沒有啦 我真的下次來 還不知道 真的 感覺方姐啊 不管是在家庭啊 演藝事業各方面都很 讓人家很羨慕 做得很圓滿 可是妳剛剛有提到 人生還有什麼不圓滿之處嗎 有什麼小缺憾嗎 妳都不曉得我的家庭生活 我只要一回家 我的小孩一回家就是 就是會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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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頂嘴啦 叫他做東他一定要做西啊 因為慢慢的進入青春期 所以妳知道 還是做歌手比較輕鬆 所以當媽媽的妳也有無奈跟 束手無策的時候嗎 當然 每天跟做菜一樣 每天就好像 早上一直在儲備能量 然後等到他們下午回來家門 打開門 開門 媽媽 晚上兒子還是去茶房 自己之前是跑去喝茶嗎 還是 應該是喝茶 妳知道 真的 FD有時候是駭人的東西 就常常看到 他們就在哪裡聚會 然後小孩又睡了 然後我就想 妳溜出去一下 哪知道他們 他們翻譯會起來釀釀 就突然間 可能會經過我房間 看到我門打開 進來看看我 媽媽不見了 偶爾啦 妳睡了而已 所以說 帶孩子會束手無策 喝酒 酒本身就是很必要嗎 我告訴妳 我不騙妳 妳去做一個試調 只要有孩子兩個以上的 哪一個媽媽晚上不喝點酒 鎮定一下 真的 妳去做試調 真的 方姐接下來除了家庭之外 還有其他什麼計畫嗎 還是就是以家庭為重 對 目前就是家庭為重 方姐妳知道您今天生日 跟總統參與為同一天嗎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對 她31 她處理座 真的 她跟妳一樣稱職嗎 她今年滿60歲 我比她多一樣 我會生 我生的孩子 對不對 對 對啊 我 而且有雙女生兩個 對 也恭喜她生日快樂 跟小孩子感情這麼好 他們都還要看妳有沒有在房間 這樣萬一兒子交女朋友什麼的 自己會不會覺得 我跟妳講 我現在就要告訴他們說 哪一個女生不可以 哪一個女生可以 這都多餘的 誰比妳 對不對 但是我盡量能講我就講 妳知道因為 在這方面我還滿挑剔的 因為我喜歡跟我喜歡的人相處 妳不要看我那麼愛朋友 我愛的朋友都是我喜歡的 我討厭的人 妳們也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有什麼條件嗎 要成為兒子的女朋友的話 我想規矩吧 到人家家規矩 怎麼要先喊人呢 對不對 嘴巴要甜一點 對不對 豬芳姐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謝謝